犯下台湾第一起用游艇走资毒品案的李玉庆等人 他们作案所搭载的这艘游艇 简直可以用贼船来形容 因为根据资深远景透露 去年12月10日 这艘船由菲律宾苏比克湾开来台湾时 三名英国开船人疑似就是跨国贩毒集团的嫌犯 这艘船新船造价约台币千万元 但李玉庆透过管道在前年用台币400万元买下 是一艘重45吨长13.96公尺 可搭载约10人的马来西亚籍动力帆船 买来之后李玉庆平常就将船停放在高雄港哨船头游艇码头 期间李还曾有6次以出海游玩为名 申请进出高雄与小琉球海域 以测试通过检查的难易度 虽然这次案件是台湾首例 但国际毒贩利用游艇走私警方却早有耳闻 跟毒品的金人获利相比 昂贵的游艇成本根本显得微不足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